香港人 招待 做人 周周 张哥 给 什么呀 姓啊 隔日一封的那个 沈瑞涵 分布那边送来的 给姐姐的 很久没有这姓了 我还以为不记了 谢谢啊 要不是这姓啊 我还见不着你呢 都一个公司的 怎么会见不着 我沉浸在外面跑 等回来啊 你都下班了 这样吗 周周 你这周 周末有没有空啊 一起吃个饭没 我同学会需要带个伴 结束了 我请你看上电影 帮我打你 就我想约你陪我去吃饭 然后顺便看上电影 周末 我没时间呢 跟闺蜜约了去看婚纱 那要不 我陪你一起 不不不 闺蜜之间逛街 你去了不合适 我们自己去就好了 我先接电话啊 喂 经理 小周你过来一下 有事情吩咐你 好的 经理叫我 我去啦 经理 你找我 你今天帮我去给沈小姐送一下这些东西 就算我 某个剧团工作组出品 原创现代GL广播剧 女朋友 第三期 欢迎您的收听 不在吗 不在吗 放微信给她说 我在她家门口 算了 还是等等吧 姑娘 你在这儿等谁呢 阿姨您好 我在这儿等1202住户 我给她带点东西来 我没有她电话 所以在这儿等等 找小沈啊 对了 我是小沈房东呀 我有她电话的 小姑娘 你在这里等一下哦 嗯 你打个试试看 谢谢阿姨 门里面传出来的铃声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确实是门里面的铃声 我以为你啊 铃声在这儿都听得到 不应该没人接呀 这都快失点了 应该在家呀 可是为什么 没有人接听呢 我又这分明在家的嘛 怎么电话也不接的啦 您所拨打的电话 怎么回事 小姑娘 你确实是认识小沈的吧 我得进去确认一下 不然她怎么不接你电话呀 阿姨 您是房东对吗 您有沈姐姐家门的备用钥匙对吧 您要备用钥匙做什么 您帮我开门 我进去看看沈姐姐在不在家里 这样不来塞的呀姑娘 我不认识你 也不晓得小沈认不认识你 虽然我是房东哦 但是我也不能随便开人家的门的呀 阿姨 这是我的身份证 工作证 还有电话号码 都押您这儿 麻烦您帮我开个门 出了什么问题 我全全负责 然后我进去这段时间 您可以打电话 叫楼笑保安 也可以找邻居盯着我 我只请您 帮我打开门 让我进去看一看 那好吧 我打开门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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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瑞涵 沈姐姐 听得到我说话吗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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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我是朱朱啊 姐姐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安眠药 姐姐你这是 哎哟 哎哟 小沈 这是怎么了呀 喂 你好 这里是H区居安公寓 六栋10 1202 我姐姐服用安眠药过量了 昏迷不行 拜托您马上安排医护人员过来 你马上安排医护人员过来 这女人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春节刚过就想不开 喝完酒还敢吃安眠药 我安年回来被裁员了 跟家里人闹掰了 还是说 跟那个男人 我以为你爱过我 喂您好 你 你是哪位 这不是沈总的手机吗 沈 沈总 沈姐姐 身藏不露啊 喂 你是捡到的手机吗 不是不是 沈姐姐还在昏迷 我现在和沈姐姐在医院呢 姐姐 昏迷 医院 你们在哪个医院 我现在过去 是第一人民医院 谢谢 不 不用谢 这人还真是着急 沈总怎么样了 你好 我发现她的时候 已经深度昏迷了 洗过胃了 醒过来后休养几天就好 这人 在干嘛 请问你是沈姐姐的朋友吗 助理 也可以说是朋友 不过不知道 在她那里算不算 她这人从来不叫朋友的 你接电话的时候 我还挺意外 嗯 我和沈姐姐大概 也不算朋友吧 她哥哥是我们经理 所以就认识了 你好像很了解她 能跟我讲讲 沈姐姐的事情吗 这小姑娘的眼神 你叫什么名字 嗯 朱又怡 教我小周就可以 我姓宋 应该比你大几岁 她是我上司 也可以说是我师父 我跟了她五年 从没见过她身边 出现过别的人 你是第一个 啊 是吗 嗯 小周 如果 你发现自己喜欢一个女人 你会怎么做 不顾一切的和她在一起吗 什么 如果你喜欢一个女人 你会不顾一切的和她在一起吗 喜欢女人吗 会 还是不会 喜欢女人啊 你好 周周 我 我不知道 毕竟我没有谈过恋爱 也没有喜欢过谁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今天谢谢了 时间也不早了 接下来由我照顾沈总就好 这是我的名片 你要是担心沈总可以打电话给我 哦 哦 那 有什么事 麻烦你一定要联系我 嗯 让你费心了 那 我就回去了 路上小心 下什么烛恶令吗 认识得久了不起啊 哼 沈总 你醒了 这是 医院 是的 我怎么会在这儿 你送我过来的 您服用安眠药过量 是小周即时发现 送您来的 小周 嗯 昨晚公司召开紧急会议 联系您的时候 她接的电话 哦 她是怎么进到我房间的 没想到 因为睡不着 吃了些安眠药 就吃到这儿来了 啊 公司出什么事了 呃 张总那边出了点问题 之前签的合同可能 会无效 什么 去办出院 沈总 您还没回复好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清楚 去办出院 好的 沈总 怎么还不去啊 小周那边 要不要通知一下她 我最讨厌 知道别人结婚了 还缠着别人的人了 很讨厌 不要 好的 人 人 人呢 哎 护士护士 二十一号床的病人呢 哦 她 一早就办出院手续回去了 那她恢复好了吗 今天的点滴都没打呢 哪能恢复好 她还不听去 主治医生没办法 只能给她搬出院啊 哦 谢谢啊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 又打不通 对了 送家电话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哎 怎么都不接电话呀 怎么回事 张氏集团内部 因董事调整 张总股权 被其他董事收购 之前签店的合同 未取得其余董事认可 所以合同被认定为 无效的合同 董事会那边的意思是 采取法律途径解决 现在张氏集团 接手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谁 一个新入职的海归 听说是张氏集团 董事长千金 查一下她的行程 是 还是国外无忧无虑的日子 舒服 这经理 不好当啊 宣总 弘阳那边负责人 沈总 邀您一叙 哦 什么时间 地点呢 那边说这些由您来定 您同意的话 我去问问 不用 我自己联系就行 宣总 不是应该那边 先联系我们吧 你怎么 我做事 需要向你汇报吗 好好的 沈总打算如何拿回我手里的合同 张总快言快语 直接聊重点 还真是有点让人意外 既然是聊工作 那就不必东拉西扯聊些虚的 谈吧 张总 其实应该看过我之前的方案 我并不打算 对原本方案有所改动 不做改动 那你约我出来 不是谈新方案 是想谈什么 张总 张总您看 这是贵公司之前 对这批新产品的发布资料 就不提交往 就不提交往 贵公司 在寻找新的广告合作商 重新制定方案的话 不仅需要时间 而且相关的广告费用 也会比原本的预算超出很多 所以呢 所以 您不如考虑考虑 继续与我们合作 如果我说我不想考虑呢 张总 我想您应该是需要我们的帮助的 现在是节省时段 广告各个行业加急制作物料 就等同于加时间 同样的 费用就算不以倍数翻过 也会提升至少百分之五十 如果你不信 可以去咨询一下其他公司 或者业内人员 刚刚回国 就接受这一烂摊子上 想找我家靠谱点的合作商 还真是个大问题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有什么需求 您可以联系我 好 我考虑考虑 希望你能帮到我 张总 喝咖啡 行 好吧 嗯 電話也不接,微信也不回,都九點了,還不回來。 蔗蔗,你終於回來了。 你在等我? 等很久了嗎? 也不是很久。 這幾天不聯繫不上你,我們經理擔心你,所以我必須找找你,看看你有沒有好些。 謝謝,我好多了,沒什麼答案。 這幾天都不見別人來找他,他自己住。 還有什麼事嗎? 有啊,等幾天下班,都等幾天了,你都沒有回家。 害得我這幾天的晚飯,直接改成宵夜了。 你還沒吃飯? 不喜歡我這一天,害得這麼晚。 算了,最後一次。 進來吧。 好。 好。 脫鞋一雙。 洗漱用品一人用的份。 水杯一格。 他不是有個男朋友嗎? 怎麼東西都只夠一個人用啊? 你在找什麼? 啊,我口渴,想找個杯子,所以找找看有沒有能用的。 。 給。 謝謝。 姐姐啊,你是一個人住嗎? 嗯。 這兒離姐姐公司近嗎? 嗯。 那離男朋友近嗎? 挺遠的。 哦。 那他平時不來找你嗎? 不來。 啊。 不提他。 飯一會兒就好。 冰箱裡有點水果。 你要是餓了,就先吃點墊成。 哦,好。 正好鹽。 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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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請檢。 真誠邀請好友沈瑞涵六月六日至紅雲大酒店參加我們的婚禮。 為我們的愛情做見證。 新娘方婿, 新郎正好演。 我擦。 因為這個才。 哼。 啊。 姐姐。 你到底經歷了些什麼? 啊。 什麼? 我說, 員工宿舍不夠住了。 你願意的話, 就過去和沈小姐同住。 她那兒, 離公司也不遠。 我,我,我。 當然。 你也可以選擇, 才家住。 呃。 呃。 就是因為家園, 我才遞交了員工宿舍申請表。 可是沈姐姐家又不是員工宿舍。 我怎麼住呢? 況且她那是單身公寓。 怎麼可能讓我住進去的啊? 我那兒有個員工分不到員工宿舍。 你這邊方便的話, 就讓她過來住。 不方便。 啊。 挺實在的小姑娘。 還你這邊住, 我也放心些。 而且, 你也認識。 丑丑。 媽讓我照顧好你。 你也不願和不熟的人接觸, 又不和我聯繫。 都在一個城市, 過得就像陌生人。 方個人在你這兒, 你有個感冒發傷, 不舒服的時候, 也能及時照顧你。 哥, 我能照顧好自己。 能照顧好? 好。 小命差點就被你自己照顧丟了。 我並沒有讓她來監視你的意思。 只希望在你需要的時候, 能幫你一把。 不希望再發生上次那樣的事。 這樣我和媽都安心。 那好吧。 這你放心。 我已經跟沈小姐溝通好了。 她同意你住進去。 可是。 分不到員工宿舍, 要么過去住, 要么回家住。 你自己看著吧。 可是經理。 算是幫我個忙。 談不上照顧, 也可以看著點她。 我不想她再出什麼意外。 經理, 你讓我監視她啊。 不。 是希望, 你和她能夠成為朋友。 你已經在路上了。 不行。 你不是說還清了她的人情就要保持距離嗎? 怎麼現在都準備住到她家去了? 你過來我這兒住。 去你那兒住? 不。 你就不怕。 我聽到什麼不該聽的。 撞到什麼不該撞的。 什麼? 早小人。 呃。 應該不會吧。 得了吧你。 你忘了我為什麼幫回家住嗎? 還不是你家沈志老去你那兒。 況且你們現在訂婚了, 我可不想天天闖紅燈。 那好吧。 不過, 你在她那邊住, 除了必要的交流之外, 不許過多接觸啊。 放心。 沈瑞涵又不是什麼毒蛇猛獸, 能吃了我啊。 也。 也不是。 反正你自己照顧好自己, 怕的事你少管。 起床就上班, 下班就睡覺, 休息就回家。 一天碰的面, 一隻手都說得過來。 放心, 那就是個住的地兒。 嗯。 既然下定決心不深交, 那就各忙各的。 知道了,知道了。 我到了,掛了啊。 鑰匙, 在保安室。 好的。 謝謝姐姐。 啊。 沈瑞涵。 怎麼了? 姐姐, 我住這兒, 需要注意一些什麼嗎? 我不喜歡外人來, 也不喜歡太扯。 其他的, 也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哦。 由於是單身公寓, 房間只有一間。 我已經把房間空出來了, 床位也換了新的。 你就睡這兒。 那姐姐你呢? 隔壁是書房, 我睡那就行。 要不還是我睡書房吧? 我工作用得到書房。 你睡書房, 我不方便工作。 哦, 那好吧。 周周。 在。 你送我去醫院的事, 謝謝。 作為報答, 我可以幫你做一件事。 只要我能做到的。 姐姐客氣了。 誰見了, 都會送姐姐去醫院的。 嗯。 想好了告訴我。 還有, 我喜歡安靜。 平時沒什麼事, 可以不用找我。 我也不會吵你。 啊? 姐姐。 我們算是朋友了嗎? 我現在過去。 讓下面的各個負責人到我辦公室。 詳細情況會上討論。 請坐。 辛苦了。 走了? 早餐也不吃啊。 我先看看有什麼吃的吧。 我去。 冰箱裡冰一半的啤酒。 那另一半是什麼? 吃光了的水果。 還是說被喝光的啤酒。 讓我看看還有什麼。 土豆。 泡,泡麵啊。 沒了? 這女人平時就吃這些。 這也太隨便了吧。 姐姐。 家裡沒什麼吃的了。 冰箱裡一半是空的。 要準備放什麼嗎? 嗯。 今天會議會先這樣。 項目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各自回去處理好。 小松。 張總那邊, 就回覆嗎? 我早上聯繫過了。 對方說是兩天給回覆。 嗯。 空出來的一半是留給你的。 我去買點吃的放冰箱裡。 姐姐有什麼想吃的嗎? 嗯。 不用。 水果還是菜? 嗯。 姐姐晚上回來吃飯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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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 煮飯。 嗯。 要不我請姐姐。 吃家香菜。 嗯。 在忙嗎? 平時沒什麼事, 可以不用找我。 我也不會吵你。 。 還是我不想理我。 我先去買點水果和菜好了。 。 哦。 總算是搞定那幫老傢伙了。 沈總, 你們的方案繼續進行吧。 合同清好了。 張總, 合作愉快。 沈總不用那麼客氣。 我回國以來, 你是第一個幫我的。 你的朋友嗎? 你以後算是朋友了嗎? 朋友。 姐姐。 我們算是朋友了嗎? 。 張總, 這麼巧啊。 您也喜歡這家茶露的茶啊。 這位是。 小。 沈小姐。 哦。 認識啊。 哦。 認識。 有合作。 張總, 可否介意不說話。 我還有個會要開, 快趕不上了。 沈總, 下次再約。 沈總。 沈總。 我寫了幾封信給你。 你為什麼都不回我? 你最近, 過得怎麼樣? 她沒變。 還是記憶中了那個模樣。 怎麼了? 生我氣了。 來吧。 。 我們換個地方。 怎麼不回家, 來這裡啊? 不方便。 小韩。 發生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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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 看到你們從機場出來, 聽到了你們的談話。 你。 你說你和你老總出國。 可你下飛機時, 陪著你的, 是你們老總的女兒。 後來我問你我們的將來。 你說要我給你時間。 小韩。 你告訴我, 你已離婚了。 我還天真地想, 想要為自己爭取一次。 讓我們這十年, 有一個好結果。 這十年, 我以為我們是相愛的。 我用了十年, 等你的一程會數。 可等來的, 是你和別人的結婚情節。 。 小韩。 她懷孕了。 我不能回頭了。 我們, 還像原來一樣不好嗎? 不好! 像原來一樣把彼此藏著。 。 我累了。 對不起。 小韩。 對不起。 小韩。 沒什麼好對不起的。 小韩,你別這樣。 是我自己聽不起你對我的好, 越陷越深。 我們還是朋友, 對嗎? 你會祝福我, 對嗎? 朋友。 我跟你在一起那麼多年, 你見過我有朋友嗎? 要我做為朋友, 去祝福你。 我做不到。 好。 也好。 我也好。 這輩子, 我欠你太多。 我知道你不想聽, 可是, 我要是不說, 我心裡過不去。 也不想騙你。 我還愛你。 只是他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不能 也不忍心伤害他 我必须对他负责 对不起 这样也好 小梅 什么消息啊 女人 跳得挺嗨啊 看来喝多了 这是谁啊 照片 是瑞涵 周周 这是您姐姐对吗 上次一起玩过的 我看他一直是一个人 而且他现在好像喝多了 哎 你要不要来接他 刚刚跟他搭设的男人 可还盯着他呢 你们你们在哪儿 我们在巴比 帮我看着点他啊 我马上到 把他还钓了 哎 这女人喂猫来芭比呀 在哪呢 张张 这 我姐姐呢 她就过身间了 女人啊 长得太漂亮就是危险 我去看看啊 你也长得很漂亮 别玩太晚 请了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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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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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了吗 姐姐 你喝这么多干什么呀 好点没啊 扯扯 对 是我 咱们回家吧 扯扯 你不喜欢我这类人 为什么要来接我 我来起来 不喜欢 不喜欢 合成这样更不喜欢 你 你 你扣着我 当然摔了 我来给你擦把脸 我来给你擦把脸 扯扯 扯扯 没有自己 都讨厌我自己 是啊 这陌生的城市 她对我来说 是特别的 虽然若是后来再知道 她有家庭 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她应大 不破坏她的家庭 不干扰她的同性 选择险性 以最古老的方式 其实说的 也不过只是寥寥日常 想她的时候 喝酒 孤单的时候 抽烟 难过的时候她不在 唯一的释放方式 我除了喝酒 我找不到其他的释放方式 想知道 我为什么会抽烟吗 因为她 所有的思念 所有的寂寥 都寄予研究 抽烟的人是孤单的 喝酒的人是寂寞的 有时候 我很想知道 我在她心里 到底占据几分之气 可我却很清楚 不过不过是她一如既往日常里 消除寂寞与空虚的人 和事 这些年 我忍不过 一直是自己亲身 我宁愿相信她是爱我的 也不愿相信 我所尽职后 明白的 这些事情 姐姐 舅舅 这是不是就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 证定 我一直是一个人 不是的 不被人重视 不被人疼惜 不是的 孤单的 寂寥的 做完这一生 我 我不想一个人 一个人 叹起我了 姐姐 你别这样 胃疼吗 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酸奶 我平时喝了酒 胃不舒服的时候 就喝这个 来 为什么还管我 因为我哥 给你的任务 经理没有给我任务 是我自己 你自己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 怎么了 冷 那我去给你拿双被子 你别乱动啊 滚下来 我可就不管你了 别走 别丢下我一个人 我不走 我就是去给你拿双被子 等会儿就回来 别走 我不走 别走 女人吧 女人 如果你发现自己喜欢一个女人 你会怎么做 不顾一切的和她在一起吗 没什么 就看你今天闷酒喝得点过分 以为你喜欢她 女人喜欢女人 你这女人 好漂亮 姐姐的信 寄给家人的 哦 沈瑞涵 为什么 那么来的天 还一身长裙 打一也打不了 都要冷风冷空气 行 沈姐姐 我喜欢她 沈姐姐 我真的喜欢你吗 沈瑞涵 我真的喜欢你吗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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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跳声 燃烧着 灼热你泪水斑驳的点滴 迷雾也锁不住我的心意 请把长发连接成一体 我也想 住进你的梦里 海风之间 迷离 让我时随风离去 一雾在眼底 气球飞掉待机 离去 彩虹色的暴雨 云朵唤醒声息 请让我为你亲吻累积 海风之间 迷离 让我时随风离去 一雾在眼底 气球飞掉待机 离去 彩虹色的暴雨 云朵唤醒声息 请让我为你去散沉寂 请让我为你去散沉寂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